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一百九十集 宋卿传在心里干笑 他是活生生被逼走的 怎么到头来就变成自己离家出走了 这个继母颠倒是非的本领可真是层出不穷 既然如此 宋卿传自然是要将事情说明 不然自己岂不是白白唠唠个离家出走的罪名 宋卿传心平气和地说道 阿姨 您从来就没有认可我是这个家里的人 何来离家出走这个说辞 再说了 我为什么搬出去住 您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承认 对猫过敏是我的个人原因 我不该拖累正庭跟我一起被赶出去 所以我自己搬出去住 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等一下 什么叫被赶出去 清晨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到底是你因为玲玲养猫生气离家出走 还是另有原因 奶奶 小姑子养猫 那是她的兴趣爱好 我和正庭都没有反对的意思 但是我对猫过敏也不是故意的 正庭是希望小姑子能将猫关起来 尽量少在主楼活动 那也是为了考虑我的安全 阿姨心疼小姑子 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搬出去住的 不存在 不存在被人驱赶 言下之意 也不否认她离家出走的事实 而且也说明了搬出去的来龙去脉 再者说 她本来就不是离家出走 吉姆从沙发上站起来 冷吃一声 你这会儿倒是把话说好听了啊 不让玲玲过来吃饭 不让她踏进主楼 猫也不能带出来玩 这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再说了 你算老几啊 你过敏那是你自己的事 万一哪一天你说你对我们家里人也过敏 是不是要把咱们一家人都哄出去 让你一个人在这里逍遥自在 继母俱俱尖锐 自自刻薄 完全就是蛮不讲理的家事 请问阿姨 对人过敏是什么样子 莫不会就是您现在对我这样吧 宋清晨第一次听说 还有对人过敏的 这个继母简直就是绝了 继母嘴角抽了一下 一双眼睛里冒着小火球 直勾勾地盯着宋清晨 那样子 恨不得要用眼里的火苗将她喷死 继母很想大声告诉她是 自己现在对宋清晨的态度就是敏感 而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但是当着二老的面 她不能说出来 然而 让她更气愤地 还在后面 猫 您刚才说的事都是我的意思 这点您不能强加到清晨的头上 我让林林单独起居 也不完全是因为猫的事 林林现在也不小了 可以适当有自己单独居住的环境 也算是个锻炼的机会吧 季正廷适时地说道 继母呼吸一重 咬着牙关 果然是我生的好儿子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到大 合着还不如你一个 娶回家几个月的女人 你可真是出息了你 季正廷知道母亲必然会生气 只是她就是不明白 以往那个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的母亲 为什么对宋清晨那么排斥 说实在的 宋清晨从一开始 并没有过分之处 即便有 也都是被季灵和母亲逼的 到底最初的起因 还是因为季灵和宋清晨之间 存在一个周少姐 再者 母亲一直有个通俗的观念 就是要求她结婚的对象 必须是门当户对 其实 这点在母亲心里 也是一大主因 行了 这廷堂老婆 有什么不对 难道你不希望 玲玲将来的老公也疼她吗 老太太开口打破 他们母子之间的僵局 妈 话不能这么说呀 难道娶了老婆 就能不把母亲放在眼里吗 季母并不能消气 让一个外人 娶得自己这位母亲的地位 门都没有 老太太听了这话 就不高兴了 镇厅怎么就不把你这个母亲 放在眼里了 你心疼自己女儿 被单独分到西楼 正庭也割爱 让清晨搬出去住了 你还要她怎样依着你啊 难道非要把她劈成两半 分你一半 再分清晨一半吗 季母嘴角抽了抽 没反驳出话来 季灵这会儿见母亲受气 连忙站起来安慰母亲 妈 你就别生气了 以后我一定乖乖听您的话 好好地秀顺您的 季母这才觉得 有点抬肩下 客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气氛有些压抑 老太太刚才的意思 明显还是偏向宋卿城和纪正廷这边 这让宋卿城和纪正廷心里也不好受 毕竟 纪母还是长辈 特别是纪正廷 虽然夹在中间比较为难 但她深感自责 如果自己能处理好中间的矛盾 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矛盾 老太太也知道 要给双方一个下台的机会 便语重心长地说道 不管是为人父母 还是为人子女 角度都要站在双方面去设想 父母是子女的天 生你养你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得忤逆 但身为父母 也要知道生儿育女的目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将来的某一天你老了 能找到一个能代替自己 去继续爱他们的人 陪他们结婚身子 相濡以摸一辈子 但如果你对子女的爱人挑三拣四 那跟对你自己子女不满意 又有什么区别 老太太这些话深入人心 从老太太那边回来之后 宋清晨心里一直都挺内疚的 老太太已经那么大年纪了 还要为他们这些下一代人操心操废 最最关键的是 自己和纪正廷只是气魂 如果是正常的婚姻 老太太操点心也是值得的 可偏偏 他洗漱好躺在床上 很久都没有找到睡意 纪正廷依旧是睡在隔壁 看得出来 他今晚的心情也不好 毕竟所有事情的起源 都来自于他一个人 纪母本来就看不上自己 再加上纪正廷又处处护着自己 纪母自然是又气氛又嫉妒 所以才会想方设法挑剔自己 那么 如果纪正廷对自己不好 纪母会不会就能少制造点矛盾了呢 对 只要自己跟纪正廷关系不好 纪母肯定会开心 到时候 也就不会心存那么多不满了 反正自己跟纪正廷 只是一年的气婚而已 关系好不好都无所谓 所以 从明天开始 他决定 要跟纪正廷冷战 不知新人的感觉 对 起码